掛牌流氓也好 或者是這些所謂的黑社會也好 你給他錢他不見得保護你啊 因為你沒有沒有契約 當我們跟美國沒有簽任何約的時候 你這個保護費是不切實際的 我們剛剛講沒有簽約 我怎麼知道你會兌現承諾 請問美國跟台灣可能簽約嗎 不可能嘛 因為不管是民主黨或共和黨 沒有人想要去推翻所謂的一中政策 今天當美國把台積電的股權 全部要慢慢洗成美國 然後又到這個美國設廠 他已經在做好所謂的斷尾的準備 今天台積電是兵家必爭之地 那美國提早幾年佈局 要把台積電弄到美國去 如果政府今天 再讓這個護國神山這個名字去宣傳 代表台積電它不只是一家公司而已 它還有國家安全的意義 當台灣最有價值的護國神山 都到美國去了 那美國為什麼要花這麼多的成本 跟心力來把握台灣 今天捷克講一個金句 其實就是我覺得 我真的覺得是未來 我們對可能川普第二任 或甚至於未來的川普的遺產 川普主義的一個最佳定義 它可能是抗中賣台 抗中賣台就是川普的 川普主義的定義 我覺得我現在要特別拉出來回應一下 我們現在AIT的台北辦事室處長 古力言先生 你不是一直在疑惑說 為什麼台灣人會有疑美論嗎 捷克放的這個民眾 就代表為什麼會有疑美論 因為你抗中可能會賣台 對啊 我當然要懷疑你啊 我就會習慣打他大陸 我今天就是要 我這個順著剛剛捷克講 你如果今天把他當成一個 賣保險的概念 那當然川普也講過類似的話 他不是說我為什麼要保護台灣 他們又沒有給我錢 像保險公司那樣 這個第一個女士是這個意思 可是你剛剛講到一個重點 那對方如果出價更高呢 我買更大的保險 好這還只是這個 一般常識的層次 我今天很嚴肅的提出來是說 為什麼川普 美國要特別去保護日本 或者是菲律賓 或者是韓國 因為他們有簽共同防禦條約 對 他們日本當然更是 因為他二次大戰戰敗之後 他等於是美國的附屬了 但是我們要講的是說 就是因為有簽共同防禦條約 所以保護是民政言順的 保護費也是民政言順的 可是當我們跟美國 沒有簽任何約的時候 你這個保護費是不切實際的 因為我們剛剛講的 沒有簽約 我怎麼知道你會推薦承諾 請問美國跟台灣可能簽約嗎 不可能嘛 因為不管是民主黨或共和黨 沒有人想要去推翻 所謂的一中政策 美國的一中政策就是認為台灣跟大陸 只有大陸代表一個中國 那台灣的地位在美國現在的主流是 希望把它推向於未定論 所謂的一中議台 他們最近搞聯合國2758的決議 就是在做這個嘛 可是不管怎麼做 他們都不會跟台灣 他們第一個建立邦交 第二個簽訂共同防禦條約 沒錯 如果沒有這兩點的話 你怎麼能確定你繳的保護費 是有效的 老實講我們可以看到電影 或是很多情節就是 我給你錢 結果事到零頭說兩手一攤 謝謝你 但是我沒有辦法保護你 這太多了嘛 那種 那種掛牌流氓也好 或者是這些所謂的黑社會也好 你給他錢 他不見得保護你啊 因為你沒有沒有契約 所以我覺得我們現在最大的問題在於 你今天川普說要交保護費 可是沒有一個制度 我們沒有一個所謂的共同防禦條約 也不可能有 所以這種情況之下 你根本很難去期待他落實 你花很多錢買 第一個就是民眾剛剛講的 你可能買到二手的 人家不要刺激品 甚至於是發霉的這種有問題的 最壞的就是你付了錢 東西都一直不來 這個是拜登政府的常態嘛 結果現在拜登快下台了 現在換川普 結果你花了5000億新台幣 不管是名字名高也好 你根本也沒辦法保證他 給你的東西是好的嘛 然後再來就是 這跟保護費是兩回事 很多民眾會以為說 保護費就是我 我擺武器就是保護費了 其實我想川普不見得是那個意思 因為軍購是軍購 保護費我可能是 另外的層次的問題 可能包含 賣武器給你是擬自衛的東西 包含關稅包含貿易 都是一種啊 所以我覺得你真的不能怪 為什麼台灣會越來越多人移美了 因為就是有川普這樣的人嘛 他沒有辦法給你 他不會給你承諾 甚至於他也不會把你當回事 講更難聽一點 他可能在他心中 我剛剛講的他 首要之物是要解決 惡物戰爭 還有中東的問題還要處理 台灣問題他一定是擺在比較後面 所以不管是Rubio還是誰當國務卿 一定會遵循他這個 所謂的政策順序 接下來如果他上任之後 大陸在發動軍事演習 他的反應絕對跟拜登不一樣 所以這個時候就可以見真章了 他到底川普講的保護費 他的定義跟他真正想要的東西是什麼 到那時候他就會開架了 所以捷克剛剛提到一個重點 當開架的時候 兩岸哪一方比較有籌碼跟資源 去開這個川普要的價格 其實答案不言可遇吧 所以其實 而且我上次在你的節目 談到一個重點 大家不要忘記川普只是他四年 他四年的時間他要做什麼 這才是重點 你覺得他會把四年的時間 拿來跟大陸發生局勢衝突嗎 我跟你講百分之一萬不會 因為對他來講 那個是一個成本的問題 我是商人 我四年內我要賺多少錢 是我的目標 可是跟大陸開戰成本過高 不會在那考慮之內 所以這個時候問題就來了 那他保護台灣的保護費 到底是什麼定義 所以我覺得剛剛捷克放的這些民眾的訪問 我看完之後真的心裡很沉重 因為雖然很多民眾對國際上的一些事情 不見得很了解 可是大家對美國的態度的了解跟憂心 是很直接的 這個時候我們的賴清的政府 不能夠再用這種內宣的方式去洗腦了 要面對問題啊 川普上任之後 真的開架了 我們怎麼辦 我們的充滿又比中國大陸還多 我們的方法一定是只能夠 這個走上決議死戰嗎 我真的覺得大家要想一想 可是 最近又發生很多事情 我剛剛也跟你聊了 結果黑熊學院在賣那個什麼 極難救助包 結果淘寶賣200 他賣2000 他賣2000 結果他還是從淘寶買的 我們這樣的 他賺的比486多 我們這樣的所謂的鼓吹兩岸走向衝突的 這樣的背後有這麼的不堪的事實 你怎麼叫這些民眾放心呢 對不對 這就是所謂的全面的以美 或者是懷疑我們政府 就是這樣來的啊 所以我真的覺得 大家要利用川普上台這些事情 重新反思 我們台灣到底要走什麼樣的路線 才是重點 對 然後關於這個保護費我再補充一下 就是說台灣民眾很直觀的就講 可以啊 我付錢給美國 美國就來保護我們 OK啊 好 那你要想像 這個保護是怎麼樣子的保護 保護的程度到怎麼樣的程度 他賣武器給你算不算保護了你 他給你一些軍事援助 軍事貸款算不算保護了你 讓你加強自己的防備 算不算保護了你 他能做到什麼樣程度的保護你呢 美國在日本跟韓國是有駐軍的 但美國對台灣是不能駐軍的 因為美國跟中國大陸的這個建交 他們的這個三個公報就有講 中國大陸也講了 就是如果外國的軍隊在台灣駐軍 就符合了中國大陸武統台灣的這個 反分裂法的幾個要件 所以只要美國的軍隊敢在台灣駐軍 就是代表美國要跟大陸開戰 就是跟大陸敢 你覺得美國會做到這種程度的保護台灣嗎 至少川普四年絕對不會 對啊 想一下 只要美軍在台灣駐軍 就是中國大陸的反分裂法 觸動武統的條件開始 他已經明文規定了 所以有可能嗎 有可能美國會用軍隊的這種保護的程度 來保護台灣嗎 想一想 所以這個保護費保護費 他能夠保護到你什麼程度 嘴巴講講 加油喔 那也是保護你啊 加油喔 Fight 加油 你講的是拜登 拜登保護就是用嘴巴講 他講了五次 我會保護台灣 所以講起來我還比較欣賞川普 曾小仁跟偽君子 曾小仁跟你明買明賣 偽君子就嘴巴講給你口慧 我會保護台灣 結果後來國務院發新聞稿說 沒有沒有沒有 他講的不是這樣 結果台灣就很多人就很興奮 就覺得你看 美國總統都講了會保護我們 所以民進黨就不斷的宣傳 可是今天川普上來沒有啦 川普這個人跟拜登的風格 完全不一樣 所以我真的覺得 那個你講得很好 因為我們有這個三公報什麼的 所以我剛剛也講了 只要美國不跟大陸斷交 不跟台灣建交 你想的一些保護都不可能 不可能 美軍不可能 就算有建交都沒有了 像烏克蘭他也有建交啊 對啊 他有保護烏克蘭嗎 也沒有 你就是想一想 以前美國在台灣是有駐軍的 對 那是因為中美還有簽 那個時候中華民國跟美國是有建交嘛 而且還有全法律條約 對 那為什麼美國駐軍了 然後美國跟中華民國斷交 美國駐軍要撤了 為什麼 就是因為他跟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了嘛 跟我們斷交了嘛 對他就有條件嘛 所以他怎麼會 除非他要跟中華人民共和國斷交 然後在台灣駐軍 跟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幹 有可能嗎 對不對 想一想嘛 好來我們來看 這個是 所以五千億 一萬億也不夠了 好來 這個 陳玉珍講 對美軍軍購要五千億 陳玉珍委員說 女生倒貼男生不會珍惜 其實我覺得這個例子 這個本人 是非常非常有深切的體悟的 就是說 就是說你那種女生倒貼男生 這樣子就是 有的那種 這一題我來講 有的那種 那種花蝴蝶一樣的女生 那種手腕很厲害 交際花 他就懂得在兩個男生當中游移 比如說之前有一個名媛 我就不講名字了 他就在兩個大亨之間周旋 搞了小孩子兒子是誰的 某一個大亨幫他 擺養兒子好多年 原來他不是我兒子 這是另外一個大亨的 那這種名媛才厲害 就在兩邊周旋 對不對 你如果單方面倒貼 我都沒有講是誰 好不好 那像這樣子女生才厲害嗎 我們現在就好像單方面倒貼 陳俞宗委員講得真好 就單方面倒貼男生是不會珍惜的 而且 你想嘛 你說川普真的是要保護台灣嗎 川普他其實講過 台灣把美國的半導體生意搶走了 那像這個謝金河就幫忙講 就說什麼台積電如果被打趴 下場就是大陸再偉大 所以他的這個論述就是 川普是要讓美國偉大的 所以如果台積電被打趴了 中國是會偉大的 所以美國就不偉大的 所以他的邏輯是這樣 所以台積電不會被打趴的 大概就是這個邏輯 謝金河他就是幫川普講一講話 但是路透社最近有一個新聞 就是美國商務部發函要求台積電 暫停向大陸客戶供應AI的晶片 就其實就已經 就是等於是那種封鎖的繼續封來 那其實對美國來講最直接的 就是讓台積電直接在他的掌控 現在不就是慢慢的這樣子 對啊 其實台積電台積電真的 現在川普他可能他真的想要 不只是這個5千億 如果台積電那個損失大大大了 要超過5千億 如果真的台積電就變成美國的 變成美國掌控的 那這個可能也是川普他接下來的目標 俊仁兄你怎麼看接下來 我覺得這個謝金河是民進黨的國師 當然比較站在民進黨的角度 不過台積電 各位其實去看他的股權結構 幾乎都是美國人 所以他其實已經被犧牲為美積電了 第二個他這個要求台積電到美國設廠 然後最近又傳說 傳輸在某個美國的廠的量率 已經比台灣還高了 簡單講啊 剛剛這個受訪的民眾 也是約列提到了 如果當台積電不再是這個 美國需要去擔心會落入中國大陸手裡 他還會用這麼多的心力去保護台灣嗎 護國神山就這樣子不見了 所以我覺得 我覺得這些對 像這個 謝金河幫民進黨的做一些辯護 還有幫川普可能的行為 做一些擦脂磨粉 都沒有用 我說國際政治 就是要從真小人的角度去看 今天當美國把台積電的股權 全部又慢慢洗成美國 然後又到這個美國設廠 他已經在做好所謂的斷尾的準備 今天台積電是兵家必爭之地 那美國提早幾年佈局 要把台積電弄到美國去 但中國大陸他們有他們自己的戰略佈局 可是對台灣來講 台灣得到什麼 失去什麼 才是我們在台灣的生活的 這個土地生活的每一個納稅人 都要去關心的 今天我們的護國神山 被稱為護國神山的台積電 是不是慢慢的要被轉移成美國的 美積電 這我們有權利知道 那如果政府今天 一再讓護國神山這個名字去宣傳 代表台積電它不但不只是一家公司而已 它還有國家安全的意義 可是當它國家安全的象徵被判到美國去 那你台灣的政府在做什麼 我覺得這點也是 這大家不能夠被所謂的這個所謂的中美對抗 或者是所謂的兩岸緊張 混淆了我們自己引以為傲的產業 可能一點一滴的就將要離開台灣 我覺得這個是很嚴重的事情 可是因為在這個意識形態的鬥爭之下 沒有辦法讓這些事實給呈現出來 所以今天剛好川普上來 我覺得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大家要重新省思 不只剛剛講的在這個台灣的 應該有的戰略跟這個路線的問題 還有我們對台積電像這樣的產業 半導體產業 我們到底台灣政府做了哪些事情 讓它跟流台灣 讓它能夠真的成為護國神山 我覺得這個真的是一個 大家要關心的重點 如果今天真的變成全部把美國去了 那老實講你也不能怪醫美論 因為當台灣最有價值的護國神山 都到美國去了 那美國為什麼要花這麼多的成本 跟心力來把握台灣 姐妹們從煩惱臉上細紋 乾燥與暗沉 現在請跟我一起放心交給 KS Royal Face 皇家顏值逆時奇蹟系列 KS Royal Face 皇家顏值逆時奇蹟系列 它添加五種EGF 專門防止肌膚老化 強化皮膚修復 增加細膚彈性水嫩 輕鬆撫平皺紋 換回青春自信 KS Royal Face 皇家顏值逆時奇蹟 國父路全校精華 精華說 即刻啟動動靈密碼 東京全校香 靠北天 東京全校 Co 進來 平垣 五種 顏值 感谢观看